他當過四年立委 怎麼什麼都不懂呢 所以時代力量被他搞垮不是嗎 黃國昌想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議程設定嘛 沒想到他被這個議程被設 就是說他自己本身被議程設定了 而不是他去設定議程 按照立法院下這個規則 剛剛講到的 招委拿不到 而且你這個招委 你要任何提案 你要一個人 要另外兩個人幫你連署 他真的 如果你真的關係很差 人民就賣了 你什麼都不能做 你除了咆哮 你什麼都不能做了 所以這民眾黨 這八席真的是沒有用的 沒用的 真的是沒有用 因為你如果了解 立法院的議事規則來講 如果一般來講 你看議事規則裡面第八條 他提到 如果你要提法律案 基本上要15名 15名 你民眾只有八席而已 拜託不好意思 你沒辦法法律案的提案 好 就算不是法律案提案 一般提案 他的規則也是要10個人 也要10席 也就是說 超過八個 你八席要少兩席 你去哪裡要那兩席 所以變成說 民眾黨在內部來講的話 他根本會被玩死 你說被議事規則玩死 他根本就一個 沒有能力的一個小黨的情況下 他無法去什麼 站上他們 假設他要有所表現 完全沒有 所以他要求什麼 那個四大訴求 要求兩個黨這個表態 那根本就是什麼 大家認為說 你就是在玩遊戲了 那個叫 黃國昌想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議程設定嘛 我現在還沒有 2月1號開議之前 我要做一個議程設定 我要玩這個遊戲嘛 但是沒想到他被這個議程 被設 就是說他自己本身 被議程設定了 而不是他去設定議程 你看這個整個玩死了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 他當過四年立委 怎麼什麼都不懂呢 所以時代力量 被他搞垮不是嗎 他現在要去搞垮 民眾黨也不一定啊 因為我看到 陳學生最近講了一個東西 我覺得非常符合他 他說照理講 我們進到電梯 進到電梯會挨沙子 打招呼 會挨沙子 他說沒有 黃國昌進到了電梯裡面 誰都不理喔 是啊 所以你看他的 細質的選民服務 當然說做了被查查 根本就沒有去嘛 所以他現在 查查還選新北市 要到板橋 再開一個辦公室 然後要做板橋的選民服務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他根本不會跑選民嘛 因為以前在戲子的表現 就是這樣子啊 那所以現在怎麼辦 其實到時候 柯文哲真的被他拖 拖累也不一定 或是其他的這個 成員被他拖累 所以他今天搞了一些 很多很奇怪的東西出來 根本還不了解 那奇怪 不了解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有很多的案子 還有臨時動議也好 你要議程變更也好 什麼全部都是10名15名以上 完全民眾黨什麼 整個被藍綠兩個人 對 整個脆配啊 等於說兩邊打就是了 所以民眾黨現在來講的話 他現在雖然想要去設立議程 但是其實兩黨早就搞清楚 他的底牌是什麼 他的這個底氣是什麼 他完全不理他 好 奎宇 你過去也常在立法院 你這個整個個政黨 你也非常熟悉 今天他屬於這麼慘嗎 而且你說有一個經典的故事就是 藍綠以前是對抗的 以前藍綠是世仇的 以前藍綠是水火不容的 但藍綠成績為了黃國昌 大團結過 對 這個年代有一點久遠啊 我不太確切記得是什麼案子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那老柯對於黃國昌 深惡痛絕 深惡痛絕 對 而且他老柯成績是很照顧 新進政黨 像親民黨進去的時候 時代力量進去 他去跟有些事情 有些案子去跟老柯講 老柯都會照顧你 所以老柯是 也是有愛生恨 對 他是照顧過你了 結果你跟我背刺 他是這樣子去認識黃國昌的 所以有些案子 我做一個背景說明是 當時他不是講嗎 以前陳水扁的時候也是草小野大 對 那當時在這個馬英九的時候呢 民進黨的席次也非常少 是 他為什麼可以存活下來 他存活下來就是跟王靖民合作 那為什麼他可以跟王靖民合作 就是他跟王靖民是照顧小黨起家的 對 所以他以前就是透過照顧小黨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跟黃國昌翻臉了 對 那以前在這個 這個很多的案子的時候 那藍綠雖然都是 就是堅壁親眼然後互相對決 但是被有時候被那個黃國昌啊 什麼協商 以前可以擋正黨協商 協商的時候大家就來喬嘛 可是有時候黃國昌會鬧到 連正黨協商都給你鬧 鬧到後來翻臉了 好 那個乾脆 乾脆那個就躲到那個什麼 某一個人的辦公室裡面 對 然後大家藍綠自己喬 喬好了我們藍綠結合起來就絕對多數了啊 然后再叫别的党来 别的党的党边来牵制就好了 就以前曾经这样做过 对啊 以前这样做 所以我就说 黄国昌是唯一能够促成 立法院蓝绿整合的人 大家绝对不要小看黄国昌 他是有这种威力的 然后所以 然后这个柯文哲也是 我觉得黄国昌跟柯文哲 是同一类人 他们心心相惜 所以有人说他关系不够深 但不是 我觉得他们是英雄习英雄 但是柯文哲已经讲了一句话 讲得很重 他说 你们说我是泡沫化的人 泡沫化的那些酸民 那你们希望你们能活久一点 他代表说 他对于自己民众党的存活 很有信心 这就是柯文哲跟黄国昌 一样的地方 他们都觉得自己无限的膨胀 什么东西可以无限膨胀 除了气球以外 他就是泡沫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真的问题是说 他不知道他们自己 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是什么 所以他们把自己膨胀 你看 我们都爱活着 我告诉你 那柯文哲这个党 再强 再大 再厉害 很难活过那个2032 也就是说顶多再给他们 2028再给他玩一次 因为你过去在清明党 你就深刻感受到这个历程 好 然后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还是后面的 这是标远的 也就是说2032 这个你一个小党 或是第三势力 你再强 你碰到大党里面 有明星人物出现的时候 你没有了 好 2032还有谁 国民党有蒋万安 对吧 民进党有萧美琪 请问你 民众党你还要弄一个 垂垂牢蚁的柯文哲 出来跟他兵吗 看到都几岁了 对 然后 那不是还有黄国桑 不是还有黄珊珊吗 那就是 你看他们现在这个状况 没有那个魅力 然后这还是比较大的事情 小的事情要讲什么事情 小的事情是这样子 你不要小看蓝绿合作 起来要夹杀一个政党 清明党当时也不算小党 对 很大 很大 46席 46席立法委员 对啊 那时候是200多席的时候 我们有46席 那我们的席子其实比国民党还多 然后这个时候 蓝绿后来就慢慢慢慢 经过一两次选举 选举的时候 蓝的台前挂一排旗子 消灭清明党 绿的台前也挂同一排旗子 搞不好同家厂商做的 也叫做消灭清明党 然后政党在立法院里面 他也一样啊 他就不理你 你的提案不给你过 然后这个联储的也不处理 然后这个 慢慢把你闷死了以后 你无所作为 那请问你这个小党还能怎么办 你上里面 当民众党开那个记者会 你就说那巴西完蛋了 你太早出牌了 出牌以后 你只是得会出洋相 果然没错 被人家看不过手脚了 对 然后你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这个出动上面这个对联 这个是明朝的大学问家 谢继写的嘛 对不对 他这个三肩竹笋 嘴尖皮厚副中空 这个刚刚就是柯文哲 这个对联 谁最喜欢用 谁 就柯文哲最崇拜的人物 毛泽东 毛泽东最喜欢嘴尖皮厚副中空 就拿这个对联 去告诫他所有的同志 什么同志呢 他有一种人 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这是柯文哲 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柯文哲是这种人 所以他各个都草包嘛 他完全不知道 这个立法院怎么运作 对 就一个人想象 当他开始定最后期限 1月28号的时候 蓝币都整合完毕了 Game Over 游戏已经结束了 他完全不知道 而且这一次的柯建民 比过去表现非常好的 很多很多很多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 他怎么讲你知道吗 他说 他说这个人要到了 气到胜时需谨慎 那个气到旺的时候 你要谨慎 然后呢 这个进到逆处乃从容 那个处境到逆处 要从容 你要从容 他会去求你这个柯文哲吗 不会吧 不可能嘛 我要从容 怎么可能求你呢 那你这个小人得志 就是一个夹嘴尖皮厚的副中空 是一个草包 今天这个是个毛泽东 在骂草包的话 在骂他同志的话 然后这草包的特性 就是我刚刚讲的 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啊 那这个台湾的这个 妄志尊大 自以为天下第一人是谁啊 柯文哲 只有柯文哲嘛 而且一个你看有样学样 不是一个人哦 整党上下 全部一起干这个事情 老子天下第一 从他的两皇开始 对不对 然后得罪人 到处得罪人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所以这个节目 民众党已经结束了 绝对没有未来 然后这个立法院呢 这个侯系也玩完了 不管怎么玩 今天还是柯建民 这些比较内行的 高手的天下